中美贸易战的最新协议对芯片制造商无疑是个好消息 但长远来看这个领域还是有许多短期的不确定性和长期的脆弱性 川习会下达成的休战协议 让芯片行业最大客户之一的华为得以恢复从美国工艺商的采购 就光光是这一点让芯片类股得以在周一大涨 周一前世费成半导体指数的领涨大盘 包括博通、美光科技公司、斯嘉逊和Corvo在内的华为主要供应商的股价都强劲上涨 博通在上个月的业绩报告当中也备注了对华为的开放细节 但这当中还有很多不明朗之处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Cutlow就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的让步并非全面赦免 华为将依旧保留在受到严格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之上 中美之间还没有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由于华为已经成为这些谈判当中一个主要筹码 如果双方最终无法达成协议 川普周末给予的解禁可能只是短暂的 除此之外 这场贸易战也给了中国更大的动力 来北托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中国已经在积极推行计划 打造本土的半导体设计和制造产业 事实证明华为容易受到美国的政治影响 这也使得这个计划变得更为紧迫 而华为并不是中国唯一大手笔支出的公司 根据嘉皇资本市场的估计 包括阿里巴巴集团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在内的五家中国互联网巨头 去年在云计算的服务上资本总支出约为150亿美元 占全球此类股的资本支出总额的15% 芯片股已经不便宜了 尽管五月份出现了大幅抛售 费城半导体指数仍是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云计算 自动驾驶汽车和5G等新市场的出现 也无疑改变了芯片行业的发展方向 让他们在过去三年表现最佳的电子科技产业之一 芯片的行业还是有长期的潜力 不过现在在被民主主义笼罩的 贸易争端之下 球马胜得实在不多 心中几落 起分之夜 肯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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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